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蓝色的灯里面画出来很多鬼 是蓝色那个灯 所以你把蓝色那个灯给它拿掉 变成白色的灯 我房间里面还是蓝色的灯 蓝色的小夜灯 他的房间里面也有一个蓝色的小夜灯 他最近把它换成白色 因为鬼是从蓝色的小夜灯里面一直出来 一直出来 让他看到 所以我特别也每天都帮师母做结界 在美国如此 在台湾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是最大的目标 我跟师母都是最大的目标 所以大家协会结界 大白赏干 等一下做灌顶 因为老婆失踪以后 老公第一个时间到警察局报警 警察对老公说 你要先冷静一下 你怎么可以爽成这样子 我没有办法做笔录 其实师尊对师母是很好 所以他帮生活中做了很多事情 很多很杂粹的事情 都是师母去把她解决的 所以师母她也是非常有聪明知晦 非常理智的一个人 这里又有一个笑话 妻子跟丈夫去了酒吧喝酒 妻子讲 你看旁边座位上那个人吗 丈夫问说 怎么了 妻子就讲 自从三年前我拒绝了他 而和你结婚以后 他每天就在这里喝酒到现在 哇 他拒绝了一个男人 跟他求婚 嫁给现在的先生 那么先生就回答 是吗 可是我不懂 他为什么要庆祝这么久 不是伤心那么久 而是庆祝那么久 我记得我以前讲过一个笑话 也是先生跟太太的笑话 有一个先生要自杀 要跳楼 跳楼自杀 我们这个叉叉弄的那边 也有很多人跳楼的 跳楼的 基沃使到那个荷兰真音堂那边就有跳楼 也有好几个跳楼的 一个先生要跳楼 那警察就来 警察赶过来 就是很远的地方欠他 你为什么要跳楼 他讲说 两年前 我的太太 跟我的朋友 一起离开我 走了 警察就问了 很奇怪 那你应该两年前你就要跳楼了 为什么到现在才跳楼 这个先生回答 因为我的朋友 这个 跟我说 我要把你的太太又送回来 所以他要跳楼 这三个笑话 也就是说 我们理解到 真的 男女之间要相处得很好 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非常难 非常难 师尊跟师母讲过 我一定陪你到了 但是师母也回我一句话 你这句话到底跟几个人讲过 好吧 我们灌顶吧 在甘露金社 也是挤满了许多的信众 为求环境的灌顶 从楼下到楼上 我们看到了大家的诚心 也感受到连生活佛的慈悲 不舍一个众生 所以我们的灌顶 所以我们不会 可以 然后再当做 我 天 妙音天女的唯妙天音 正是莲花童子极乐净土的圣境 要什么才艺都有 增福增惠 您就一定不能错过台湾雷藏寺 恭请联身法王卢盛宴 主谈妙音天女护魔大法会 详情请电049 2312 992 邪师外道横行 养鬼骇人世界平传 联身活佛卢盛宴继邪鬼之后 再次以鬼为题 将他四十多年来穿梭阴阳 与鬼打交道的心得经验 以及制鬼防磨的种种方法 都写在联身活佛卢盛宴文集 第259册 鬼与卢师尊 相亲请电049 2312 992 节目现在呢 我们就要来看2017年 联身活佛的马来西亚弘法之行了 睽違了十年 12月14号的这一天下午 从台湾联身法王卢盛宴 又再一次地踏上了马来西亚的领土了 这一天主炸是主炸 这里的 哇 哇 因为天气不会很冷 对 对 这一天出现了 好 好 这一天 二十几天都很凉 再下雨 再下雨 四十几天就会来 四十几天 对 那是凉 四十几天 是 对 天气都变得凉穿 变得凉穿 二十几天下的雨 哇 对 要欢迎四十几天 对 你真的意思啊 好像可以超过这个天气 哈哈哈哈 这个情形是下雨 学习的呀 对 对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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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散атьс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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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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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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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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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